16至17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广东深圳考察 他强调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绝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落实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 巩固经济恢复基础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稳就业保民生以改革开放激活力增动力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广东及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依靠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广东是第一经济大省 深圳已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 要继续发挥改革开放引领作用和经济挑大量作用 为全国发展做更大贡献 李克强听取深圳市双创情况汇报 他来到领创天下创业园考察 创客反映 需要初创资金支持 李克强说 要支持风投等创投基金更好发展 在初创企业发展关键阶段扶一把 他说 创业创新既要敢为天下先 创成天下先 又要记得天外有天 敢闯敢世不骄不躁 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 要打造更多双创平台 助力更多人实现创业创新梦想 在考察盐田港时 李克强说 盐田港是华南地区的重要港口 面向发达国家的进出口占比高 要继续保持港口急输运通畅 高效运转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这个地方过去是盐田 现在变成了银田 要打造更高水平国际集装箱干线港 努力成为今天 他说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我们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提升经济竞争力 实现互利共赢 李克强听取广东省和深圳市稳就业情况汇报 在比亚迪公司 他鼓励企业把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结合起来 进一步做大做强 李克强说 新能源汽车在异军突起 要抓紧研究 延续实施支持新能源汽车的相关税收政策 扩大大宗消费 公司负责人介绍 作为民营企业 目前吸纳了50万人就业 今年月均新增就业2万多人 李克强十分高兴 他说 企业发展创造了就业岗位 员工付出也成就了企业壮大 国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对国企 民企 外企和合资企业等各类企业 在政策支持上一视同仁 考察期间 李克强专程到莲花山公园 瞻仰邓小平铜像并敬献花篮 李克强充分肯定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 希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锐意进取 推动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此次世界城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